大家好 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会教大家怎么 修改 铲除菜单和订单的功能 那首先我们需要安装和登录 SmartPOS的系统 登录了以后 假如说你已经懂得怎么开台下单和结账了以后 我在这里就准备了两个例子 首先我们在A10的座号上就已经点了单 那这个点单的话 是还没有打印到那个出品 出品部的就类似是厨房和水坝 那如果你在还没有打印 打打印那个订单之前的话 是可以在没有那个经理密码或者是主任密码上 的情况 可以把那个订单铲除 那比如说 我这个汉堡 我按错了 那我可以长按 然后按铲除 然后现在就已经把刚才的汉堡 铲除掉了 那如果 按长按你觉得比较 烦的话 就花的时间比较多 你可以 按住 然后 左 左边一哨就可以也可以把这个订单的 菜 菜式把它去掉 我这样子 然后就去掉了 那现在我我做一个 例子就是把这个订单打印 去厨房或者水坝 那你看这个也是变了就是说我这个订单已经送去 厨房和水坝 那现在如果要铲除 这个菜 菜熬的话 那就需要 给 输入一个经理密码 那如果你没有经理密码的话 或者是主任密码的话 就不能把这个 菜 菜熬 铲除 那我现在输入 经理密码 这个菜熬铲除了以后在出品 报就是厨房就会打印一个 上就是有关的 信息给 厨房的人知道这个菜式是已经铲除掉了 那如果你下单了以后 需要修改的话 那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比如说我现在下了一个沙拉 然后我刚才客人就跟我说 他需要 把这个沙拉酱 改做千岛酱 那我可以长按 然后在这里选择附加 补加 附加资料 按一下 然后这里按修改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海峡站 去掉 去掉 然后改 改为意大利 湿的沙拉酱 然后按确定 那现在就已经把刚才的 那个菜单的资料 修改 那这个就是我们 就修改和铲除 菜熬的功能 那假如说 然后在一些情况 就可能你需要把这个订单铲除的话 也是可以的 那只需要按一下 取消订单 按了 然后把你的主任或者是经理密码输入 然后输入了以后 按确定 然后 输入你铲除的原因 比如说我是测试用的 然后我就按确定 那现在我们 A10的做 就已经铲除 就 铲除掉取消掉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修改 修改 铲除菜熬和 订单的功能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问题的话 欢迎就给 发 个email给我们 或者是去我们的网页了解更多的资料 谢谢